守护香港大联盟将于近期发起举行一系列活动 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及香港警队严正执法 以侵凝聚香港主流民意反对暴力 尽快恢复社会稳定秩序 8月9日 守护香港大联盟与香港友好协进会 共同举行记者会介绍活动有关情况 全国政协常委香港友好协进会主席唐一年表示 香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止暴之乱 并呼吁各界停一停想一想 应该思考如何把香港这个家建设得更好 唐一年表示近期暴力示威升级 他谴责破坏社会秩序 不尊重一国两制的行为 认为暴力示威继续下去 会摧毁香港的法治基础和繁荣稳定的基石 我看见近期的暴力是越来越升级 也都有人将这些暴力合理化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违反了 一直以来我引以为为傲的香港核心价值 但如果这样下去 如果我们被暴和乱继续下去 我很相信我们一定会摧毁 我们香港法治的基础 和我们繁荣稳定的基石 这样我们香港就会走向不归路 我觉得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止暴制续 恢复秩序 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开展 沟通平台 我们才可以展开理性的讨论 我们是否应该静一静 想一想 思考怎样 将我们这个家建立得更加好 近期以来 一些激进分子以反修理为名 在香港制造了一系列极端暴力事件 不仅破坏了香港繁荣稳定的大局 也已经触及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 严重影响到香港普通市民的正常生活 对香港的经济也造成了一并的损害 我们看到这两个月来 各国的冲击暴力事件不断的升级 也都看到各种的受到经济的影响 旅游业 各种的服务业 八货 八货零售 酒店 餐饮 这些行业是首当其冲 很多打工仔和我们反映 其实是影响到他们的工作 甚至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饭馈 在电视画面大家看到的 有一些东西是纵火 甚至是拋一些汽油弹 而令到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 更加心痛的 就是见到有不少的年轻人 是参与其中的 墮入发望 甚至会断送他们大好的前途 这个令到我们每一位的父母 教育工作者 每一位香港的市民 多极之心痛 游客少了 严重影响到我们的地市司机的收入 地市大佬 平均收入减少了 接近四成 令我们的一种五万几个会议 计一计超过二十万个家庭生意 的生活 受到极大的压力 守护香港大联盟召集人 全国政协委员黄英豪表示 非法示威者正在破坏香港法制 而香港警队在止暴制乱上 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要想香港稳定下来 各界要继续支持香港警队 黄英豪表示 大联盟将发起一系列活动 包括8月10日的全民称警日 众多香港市民将前往中区 关塘和葵中警署慰问警察 以表达对警队的支持 同时为了谴责非法示威者 在奸杀罪污损国旗的举动 大联盟将会发起一个 我们都是护其手的活动 呼吁香港市民在合适的地点悬挂国旗 在这几天 守护香港大联盟也发起 我们都是护其手 一个全港性的活动 我们目前有三百八十几个支持的团体 大联盟就定制了 一万二千年的国旗 是分发着下去 希望各位团体 各位支持者 在一些合适的地方 在你们办公的场所 或者在一些合适的团体 以合适的方法 是圆挂国旗 当天 数十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政协委员 香港主要爱国爱港政团社团领袖 有关团体 教育团体负责人等出席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